最近我的一位神秘友人给我安排了一项任务 他说自己平时的生活是朴实无华且枯燥 想让我搞一些骚操作给他找点乐子 这不他的任务箱已经送到我手上了 那我们赶紧打开来看看他到底想让我干点啥 我改造这枚OPPO WATCH 王尼倾祝毕生所学完成此项任务 一旦one egg 非洲警告 哇 这也太吓人了 不过还好我们这次任务里要玩的OPPO WATCH 正好也是一个挺适合折腾的手表 它比较少见的同时使用了两套芯片方案 里面有一颗标准功耗的ARM芯片负责运行真安卓系统 注意啊 不是VROS 是安卓8.1 另一颗可穿戴专用的低功耗芯片负责长续航模式 也就是说通俗一点 手环模式了 我可以理解OPPO为什么要这么搞 肯定是为了兼顾功能和续航 但是基于安卓系统 这六个大字你们也应该明白什么意思吧 无法无天的意思 那还用说什么废话嘛 咱们赶紧玩起来了 虽说是基于安卓系统 但OPPO WATCH当然也没有那么硬核了 这个系统本身还是深度定制过的 手表的本意当然不是给你瞎玩了 所以像浏览器、文件管理这些东西 你是不可能见到的 应用商店里也只有专为手表设计的应用可以下 看起来OPPO WATCH的限制好像还是挺多的呀 但是不用担心 既然没有办法直接用手表装APP 那我们就可以借助一下外力嘛 毕竟是安卓和手机一样 也是可以启用开发者模式打开USB调试的 而OPPO的充电底座其实就是一根数据线 所以我们把它跟电脑相连 就可以通过ADB来控制手表了 ADB是安卓的命令行工具 只要你的电脑上装了平台工具 就可以很方便的用ADB命令来调试安卓设备 比如我们想给这块手表装一个不支持的软件 这里我们打开命令行之后 用ADB install的命令 然后把这个软件拖进去 就可以把软件部署到这块手表上了 你看这个ID64真的给我们装进去了 我们可以趁机来看一看这块手表的规格 OPPO Watch的标准功耗芯片是一颗骁龙Wear 2500 由于它的规格和骁龙212比较接近 所以AD64直接认成了212 这是一颗基于ARM A7架构的28nm4核处理器 架构层面已经有点岁数了 OPPO同学跟我说 之所以选这套方案是因为觉得Wear 3100内置的低功耗芯片 满足不了它们的需求 所以就拿架构相同不内置低功耗芯片的Wear 2500 搭配了一颗额外的APOLO芯片 撇开系统留给你的储存空间可用5个G 内存1个G 对于一块手表来说也算是比较豪华的了 这块表的屏幕分辨率是402×476 考虑到屏幕的尺寸只有2英寸不到 这个DPI还算是蛮高的 OPPO Watch的硬件配置放在手表上挺合适的 但我依然好奇 如果以手机的标准来看待它的话 这颗入门芯片能有多快呢? 所以我们和刚刚一样把跑分软件GIGBench 4也装进这一块手表里 我们打开来看看 这个界面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适配 有点太大了 但好在不影响我们运行跑分 那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进行CPU测试 A few moments later 哇 这个成绩终于出来了 GIGBench 4单核350分 多核574分 哎呀 我有多少年没有看过这个三位数的成绩了 方便你们理解吧 这个是骁龙865的成绩 然后这个是iPhone 4s的成绩 也就是说这一块手表的CPU 大概是稍强于iPhone 4s的A5这样一个水平 这个性能虽然和今天的高端手机比起来差距肯定还是很大了 对吧 但运行个哔哩哔哩 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那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用OPPO Watch来看B站的视频 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了第一个麻烦 和刚刚一样 软件的UI界面并不能显示权 而且这次我连个用户协议都同意不了了 这第一关都过不了 你让我怎么进B站呢 这就比较麻烦了 别着急 咱们再次借助一下ADB大法 我们可以通过ADB来修改界面缩放的DPI 通过ADB shell下的WM Density命令 我们可以把DPI从默认的300多下调到160 这样的话手机端的软件就可以在手表上显示完全了 好了 我们同意一下B站的用户协议进去看看 嗯 这个手艺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毛病 对于手表刷B站 我之前比较担心的是输入会不会不太方便 对吧 我要搜索一个东西会不会比较麻烦 不过看起来手表里有自带训飞输入法 普通的搜索可以通过语音来完成 诸一旦 只不过登录的时候 输手机号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一 七 七 来 我们点开看一个视频试试看 好消息 好消息 AIPC的CPO 由三星最近研发 你看同样运行一个3D游戏 太时机很快就死机了 而我们AIPC却一直都很流畅 你看子弹的火焰 都可以看得一切二重 有这样的电脑玩游戏 那才就爽 嗯 这个流畅度尚可接受吧 而且有喇叭可以外放 不过我们放的是一个4比3的视频 基本可以占满整个屏幕 如果看16比9的片子的话 那上下的黑边还是少不了的 当然了 点赞 投币 收藏 三连这些呢 也都工作挺正常的 所以你看 我们用手表都能三连 你嘛 就不用我提醒了 对吧 光是手表看B站 我还不知足 咱们能不能用OpenWatch来玩一些游戏呢 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 特别喜欢玩的一个休闲游戏 《滑雪大冒险》 像这种2D游戏 对硬件就没什么要求 就特别适合在入门芯片上跑 而且点按屏幕就可以玩了 没有什么操作难度 只不过这个人物是不是看起来有点太小了呢 得凑近了才能看清啊 可玩性还是略逊了点 相比之下 我觉得有一个游戏更适合在手表上玩 就是这个涂鸦跳跃 这也是一个经典的2D游戏 那你知道涂鸦跳跃是一个借助重力感应来玩的游戏吗 你得左右横跳对吧 而手表跟手机一样也支持重力感应 再加上这是一个竖屏游戏 所以你可以很自然的单手握着这样玩 这个体验好像还不错啊 这种2D小游戏好像已经不能满足这块OPO Watch 那我们干脆来玩点3D游戏吧 比如同样经典的地铁跑酷 哎呀 这游戏我曾经是玩了好几年啊 我记得当年连iPhone4S都能玩得动这个 对于这颗手表的GPU来说好像问题也不大 玩起来也挺流畅的 由于人物和UI都比较大 所以说明显这个游戏就比前面的滑雪大冒险 在手表上的可玩性更高一些啊 而且这也是一个竖屏游戏 意味着可以单手操作 哎呀 总体玩起来还算比较舒服吧 这种简单的3D游戏没什么问题 那稍微复杂一点呢 咱们来看看OPPO Watch的性能极限到底在哪里吧 来 先跑一个真实赛车3看看 诶 诶 诶 好像还挺流畅的呀 这游戏优化还真的不错啊 由于是重力感应 再加上点按刹车这样的操作方式 所以我们在手表上玩 这个操控上面也没有太大的障碍 就是横屏握持这样转来转去 稍微有点别扭吧 有点违和 不过这个游戏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戴在手腕上玩 这样的话呢 边玩边锻炼身体 练习你手臂的微操 帮你练出清理 你看是不是有点健身环的感觉呢 好了 不扯淡了 真实赛车3跑下来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是时候来玩点更狠的了 咱们赶紧装上王者荣耀 看看用手表打农耀 适中什么样的体验 进到这个主界面 我就感受到了一次不祥 这个动画好像都在调整 这个操作好像也不是特别流畅 对吧 估计跟一记内存还是有很大关系 画质咱们能开最低的全部都开到最低 然后我们来匹配一局人机 全人军出击 经过漫长的等待 咱们终于进游戏了 由于迟到了几分钟吧 我们已经被AI接管了一段时间了 这个流畅度嘛 嗯 好吧 还是时不时有点卡顿啊 不过勉勉强强还能玩得下去 加点 加点 哎呀 咱们先不说这个流畅度吧 这个屏幕小才是最大的问题 不管是加点也好 还是点技能也好 都是有点费事啊 那我也就凭感觉随便打打了 诶 诶 好像打到 诶 诶 我居然杀了一个人啊 哇 我用手表杀了个人诶 嗯 虽然我也不知道我刚刚到底干了什么吧 还好吧 真的 帧数我觉得还能接受得了 但是2英寸的屏幕玩王子龙啊 这个真的太难操作了 还好玩的是安琪啦 诶 有机会 这个人头应该是我的 诶 诶 怎么队友给抢了呢 诶 能不能体谅一下我这个用手表玩呢 真的很不容易的好吧 话说回来 既然OPPO Watch可以玩一些原生的3D游戏 那它当然也可以串流一些PC游戏 对吧 比如说我们在手表上玩GTA5 诶 我们干脆就装一个Steam Link来试试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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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可以在这块手表上直接用屏幕顺利玩起GTA5 因为分辨率比较低嘛 所以串流完全不卡 保持60帧没什么问题 只不过这个操作确实有点蛋疼 小屏幕玩大型游戏嘛 你就别指望能玩得爽了 不管怎么说 能在手表上玩GTA5 咱们也算是完成了一个有趣的挑战了吧 折腾了这么多的软件 游戏 这个OPO Watch好像表现得还行 确实有那么点玩透 不过话说回来 咱们上面搞的那些有点太极端了 对于手表的日常体验来说 好像没什么卵用 有没有实用一点的玩法呢? 当然也是有的 比如说手表并没有自带计算器 我们就可以装一个计算器进去 平时应急用用还是比较有用的 再比如说我们可以装一个指南针对吧 这个就很适合在手表上面用 再比如搞一个轻量化一点的新闻客户端嘛 上大号的时候就不用掏手机了 或者我们可以把手表当成launchpad来用 随手记录一些音乐灵感什么的 反正安卓系统嘛 你想怎么玩都随你了 我们今天用非常过分的方式体验了一下OPPO Watch 总结一下 这是一块能跑分 能看B站 能玩2D、3D各种小游戏 甚至能玩GTA5的手表 哇 这样一听是不是瞬间感觉特别牛逼呢? 其实在一块手表上折腾 我觉得玩的过程本身可能是比实际更重要的 不光非常有意思 而且你可以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如果你也像我们一样 有一块像OPPO Watch这样可玩性很高的安卓手表 我也建议你可以折腾一下玩玩看 顺便OPPO最近也在举办OPPO Watch App开发大赛 如果你有兴趣丰富一下OPPO Watch的软件生态 可以参与进来 奖金非常丰厚哦 好了 折腾这块OPPO Watch的任务还算顺利 不知道那位枯燥的金主爸爸能不能满意 喂? 是蛋总啊 您放心 那个手表已经给你折腾完了 挺顺利的 好嘞好嘞 我马上就给你寄出 那个去非洲的事咱们再商量一下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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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